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十个人他分别要把这个人适当的位置放什么编号姓名部门职称 那以前做法真的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好 如果他不会合并列印 他能不能把这里面相关的资料 然后去放到这张薪资表里面 可不可以放到这张薪资表里面 那他的做法他是不是就变成用复制贴上 然后去完成这份工作 可是如果说他会合并列印的话 我相信他只要放一次 他还是要放一次 他就可以快速的去完成合并列印的工作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做这件事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请记住 清单档案是不可以打开的 那个ease要档案一定要关掉 所以请把这个ease要档案关掉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首先怎么做合并列印呢 合并列印跑到邮件这个地方了 因为其实在2010这个版本之后 他认为 他认为合并列印都应该透过电子邮件 寄给别人 他认为这一份文件不应该是印出来 然后寄那个看似用纸本的方式寄 他应该是透过电子邮件寄给别人 所以他会希望说结合是outlook 无二的结合outlook的使用方式 对 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 以前不叫那个邮件 以前他真的出现合并列印 可是他现在没有合并列印 他就叫邮件 那接下来在邮件底下 邮件底下我们首先 我们要点这个启动合并列印 可是你这边要选择看是哪一种 像我们这一种应该是属于信件内容 信件内容 所以我们就点信件 就算你不点都无所谓 因为他预设是word文件 好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点信件 或点一般word的文件都可以 你应该不会把它设成是信封 那我们接下来点选这个选取收件者 就是刚刚那个以色奥档案 把它附加进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选取收件者 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档案是存在的 我就直接点使用现有清单 我放在下载里面的这个以色奥档案 合并列印的资料档 然后点选开启 然后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把相关的栏位 放到适当表格的位置 举例来说 这边我们做完了吗 我们就要插入合并栏位 第一个员工编号我就插入编号 员工姓名我就插入姓名 部门我就插入部门 职称插入职称 然后接下来底薪 底薪我们就插入底薪 所得税就插入所得税 在这里 然后加班津贴插入 加班津贴 请价扣薪插入 请价扣薪 全勤奖金 全勤奖金 因领金额 因领金额 实领金额要放在圆的前面 金钱符合的后面 插入实领金额 好 我们是不是把相关的那个栏位都插入到这个表格的适当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针对这些格式调整 都应该在这边去完成 决定来说 我会觉得这个姓名 8放大一点点 所以常用底下把字变大一点点 他快速键是什么还记得吗 要切换到音速 然后 Ctrl吧 Ctrl Shift 跟大于 对 好 那我这边我稍微把它字格式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 回到这个邮件这边 我就可以去预览这个结果 不过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就直接去做完成与合并 然后编辑个别文件 这边有没有看到列印文件 还有传送电子邮件 列印就是把它印出来 可是通常传送电子邮件 也值得我们稍微去了解一下 他就会把这一个 这一列 这一列 就是那个资料里面 其中有一栏一定是电子邮件 他只会把这样子一个表格内容 寄给那一个相关的人 他不会记错 好 那我们现在先编辑 因为我没有电子邮件 所以我就直接编辑个别文件 然后直接点全部 你看 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只要稍微等一下下 已经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 这是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所有相关资料 是不是都在这边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第六个人 好 一直到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 第十一是一张空白 为什么 你们要知道 因为在那个 有些人做表格的时候 最后一格 他会照样划线 但是里面没有资料 或者是可能他多 在那里面 按到 Enter键之类的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十个人资料 是不是就快速做完了 然后 然后你剩下就是把这样一份文件 列印出来 然后每一个人一张 然后放在他的信封袋 但是以前 现在没有人这样做的 现在 我们也是要email 对 都是用 至少 至少也都是要用 就是你只会看到那个 电子档 就是 刚刚我讲 邮件底下 合并 对不起 不是这份文件 这份是结果文件 所以就这一份文件 它这边是传送电子邮件讯息 然后 这个收件者 一定就是相关的 那里面会有一个栏位 这个叫电子邮件 然后 接下来这边 阻止你至少要打 例如说 我们是一号发薪水 发上个月薪水 你就会 就是出现什么 2018年 9月 我们学校是这样编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寄给大家 然后 还有韩密码 什么之类 那就不是在我们课堂上 要来跟各位讨论的 好 那这就是合并列印 它的很棒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哦 不用再做什么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完成 这样一份合并列印的工作 好 我们今天真的杨莎莎 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功能 然后可能有很多功能 你不是这样做 可是那是之前 从今天开始 我会希望说 你至少听到一个概念 在使用word的时候 你一定会先把它做成标题字 区分为标题跟内文 然后接下来 你就可以很享受 例如说快速制作目录 快速做成简报 然后快速的去 完成那个标题样式的修改 甚至快速的把标题一前面去跳到一个新的一页开始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建构在标题的基础下 那另外 另外我在这个地方介绍一些快速键也好 或者是快速存取工具列的使用 我觉得这些 还有取代 取代我觉得也很重要 你可能在你的工作上面 真的有时候你去用复制贴上 或者重复性的动作 做很多次的话 你就要去思考 有没有比较快速简单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 这都是我希望你们听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成长的地方 那我暂时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不晓得有没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提出 谢谢老师 有没有问题 所以做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要到 我刚刚有一个文件 一刚开始给各位这个文件 你可以把这个范例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然后再去做一些练习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看我做好像很简单 就是很奇怪 就是看老师做都没有问题 可是自己在操作的时候 可能就是 对有一两个小动作 一没注意 就忘了 我还是特别想要提醒你们 就是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真的不能 常用底下这个 多阶层的编号 多阶层的编号 多阶层其实真的不难 可是很多人都会忘记打开这个更多里面 请把这个二将接成连接至标题二 这个很容易忘记 所以假设我们原本是设定无样式 你这边怎么做修改 这边都不会变 最常最常忘记就只有这个地方 好 所以再一次的提醒 如果这么多会忘记的地方 我觉得那边绝对是会忘记的 因为连我自己都忘记 后来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想说 怎么办 这个不交也不行 玩一玩 我又试出来了 所以我才觉得 那个地方真的很重要 我大概今天有交了20招了 快速键 快速键像F4 还有Shift加F5 Ctrl加Shift加大于 Ctrl加Shift加小于 Ctrl加上标 可是今天也有录音 有 有 我到时候会寄给 我上次好像是寄给记证 还是寄给 我忘记了 可是我真的有寄给你们 有啦 有 今天还是有录 真的 真的可能 我觉得啦 我觉得 今天的课程 我上次是去 也是健康中心 中山区吧 中山 听老师讲过 我忘记了 可是真的有 有去那边教过 因为他们也很需要这一块 然后 然后他就给我一份 那份文件 其实 我也不好意思打开 就是癌症筛检 好像是 肠癌的筛检 一个报告 里面完全没有用样式 真的完全没有用样式 可是做得非常漂亮 我就问他说 如果你用样式的话 你可以节省 大概一半 甚至大概七成的时间 所以他有特别 有来上那个课 我真的觉得说 请你们回去检查一下 你们是不是还有 手上还有 会使用样式的文件 那个真的要花好多时间 来去做对齐 而且 而且我看他都对得很整齐 真的 然后 假设他做那个标题和字的颜色改变 他真的 每一个标题都改得很 很一致 那都 那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去做 好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能建议你们 真的找一个人 他把这个样式做出来 就代表卫生局的样式 然后 这个样式档案存好之后 发给个股 然后我们就来去执行 让我们的卫生局的那个 不管是会议报告 会议记录或者是相关的文件 有一个一致性的文件 让别人一看就说 这是卫生局的文件 而不是说 一个这个标题二是红色 另外一个标题二是黑色 这样给人感觉就是不专业了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万一是这样子的话 怎么办 万一这样子怎么办 万一这样子 我们最简单的做法 我们先改成内纹 先把它恢复成 什么样式都没有 再改回标题二 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说 先把它原有 所有设定过的样式 整个都还原掉 还原变成内纹 内纹就是最根本的样式 就是字形大小十二 心细明体 然后它是从左边开始 所以你看当我点内纹 它是不是就恢复到 最一刚开始的那种样式 然后再点标题 我就恢复回来了 好 那如果问题等一下可以留下来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 平安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